我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 我还看到就在这一裁决通过的第二天 美国芝加哥街头枪声载起 一名仅五个月大的女婴不幸重弹身亡 作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美国枪支暴力受害者数量屡创新高 平均每天就有122人死于枪口之下 对于美国民众而言 枪支暴力的阴霾 被迫死亡的恐惧几乎笼罩着每一天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数据 今年以来美国已有近2.1万人 因枪支暴力失去生命 美国已经发生279起造成至少4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面对如此惨烈的数据 美国政客却没有任何实质性举措 人们不禁要问 面对无数失去的生命和受伤的家庭 美国政客们除了政治作秀又做了些什么 美国德克萨斯州罗布小学枪击事件 阴霾还未消散 新悲剧又轮番上演 不断冲击道德底线 美国政客们 如果连自己国家的孩子们的生命 都不能好好地保护 还妄谈什么 别国的人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